來到第43課,亦都是我們的最後一課 我們會講一講area 我們會分兩條片去講 第一個部分會做些重溫 第二個部分主要是有兩條分順 然後它們夾著 我們看看如何計算它們之間的area 先講第一部份 第一部份我們重溫 如果我們計算這個definite integral 我們由a至b放回fx 其實是講你的curve 在ab範圍之內 和x軸夾著的area 不過你所講的是net signed area 什麼意思? 就是在x軸對上的area 當作是正的 x軸對下的話 當作是負 你可以想回我們的remountsum概念 其實是用長方圓去做估算 然後剩下限 當然你本身在x軸上面的話 所有的高度全部都是正數 所以你長方圓的高度就是正 但如果你的curve在下面的話 我們計算的時候 長方圓的高度會變成負數 即使它的數值對 但是正負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真的想計算area 我們是需要斬件去計 斬件去計 看看上面的圖圖 好,譬如我多給兩個英文字 這個位置是c 這個位置是dot 這個位置是dot 我們用a into c f dx 去計算 沒有問題 因為它本身在上面 就是正數 最後第三個部分 都是你由dot into boy f dx 都是沒有問題 因為是x軸對上 但是下面的部分 你就不可以了 你要先計算了c去dot 我們in完 我知道單純說數值的話 其實是對的 但是正負都調轉了 你要前面幫我補負 補負 補負 你再把三個東西加上 就是我們的真實area 如果不是你一正一負 有機會中間抵消了 你要自己補負負 看個實際例子 譬如y到sinx 我們想知道 0到2π 它和x軸夾著的area 是多少 當然是說這兩句 但你看到 大家a在上面 大家boy在下面 所以你要斬件去計 a加b a部分沒有問題 我們0in到π 放回sinx 去d 所以in 你就是了 但是對於後面那一部分 我們前面是需要變負的 變負的 因為它在x軸對落 然後definite integral 記得我們的做法 就是用anti-derivative 再代回0π 做回相減 那就是答案 後面也是 就是了 計算一下 代為2π和π 相減 你會計到 最後答案是4的 最後答案是4 等等 如果你這裡 沒有變負號 用回加號的話 其實兩個area 你會看到 對稱的 應該實際上 數值是一樣 但是你上面是正 下面是負 那你計出來 答案會變0 因為互相抵消了 所以在area的時候 小心點 另一個方面 有時候 我們有條curve 給了你 未必和x軸夾著 它可能說 x等於gy 和y軸之間夾著的area 是多少 好像這幅圖 那樣 你看到的curve 不再是上下看 我們是左右看 它和y軸 在cd這個interval裡面 夾著的area 會是這三個部分 可以嗎 由於我們左右看 那條funktion 會用x做主項 x做主項 那你可以想回 我們remountsum的過程 如果你想猜測它的area 其實也是畫長方形 那我也可以畫一兩個 給你看看 那你第一步 會將cd這個interval 斬開n分 那你評分也好 不評分也好 沒有所謂 然後我們每一個部分 都會選擇用一個長方形 做個估算 那我隨機抽一個 譬如我現在計算這個長方形 看一看是否可以畫得到 有點噁心 給我一點時間 我不知道你能看得到 綠色的這個 那我們放大抽出來看 那我們這個長方形 面積我們可以怎樣估算呢 首先 這個打動距離 其實是你其中一個 十interval的長度 長度 那我們叫它做delta y 我們假設評分 叫delta y 或者你不想評分的 你就叫delta y k 當我是第k的十interval去看 然後打橫這個長度 其實就是 這個位置幾乎 這個位置幾乎 當然了 你視乎在十interval裡面 拿哪一個做個代表 在那一點 它的x長度 就會是長度 所以它應該就會叫做 gk y k star 行不行 然後你就把它長成闊 再把n這樣的長方形加起來 這個就是個估算 那同樣的道理 你想記回珍色area 你是需要取回limit 你就在前面補回limit 然後n吹向無限就可以 又或者你是說 那一個maximum的 subinterval width 唱0 都可以 視乎你是不是評分 但是那個意思都在類近 意思在類近 但這個樣子 其實你可以變回 definite integral去看 由於你是由這個c去d 這樣斬n分 所以我們是由cin到d 那這個分數是gy 所以我們是gy dy 那這次你in的時候 這個未知數就是y 不再是x 你可以這樣去記 上下是x 左右是y 它也是遇到同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些位置 你看到x應該是負數 因為你在y軸的左手面 所以它計出來的答案 都是net side area 行不行 左手面那些是負的 右手面那些是正的 行不行 因為你的長方形這條邊 如果你在左手面 其實是負數 儘管數值適合 但最後答案欠了一個符號 所以你又是 如果計area 要斬件去計 後面給你一個例子 我們有條直線 它和y軸在負2至3 這個範圍夾著的area 其實只不過是這兩三個形 我們試試不用integration 我們看一看 看看答案是多少 譬如這一點左標 我們記一下 我們知道y左標是3 你放進去 3-1 x應該是2 也就是說 這裡是2 同樣道理 你的y左標是負2 放進去 x應該是負3 所以這三個形式面積 加這三個形式面積 我們可以這樣去計 首先左邊的這個 它的底應該是3 那麼長 高度應該是3 因為你負2走到1 那你就底乘高除2 另一方面 你的底 2 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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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加起來 你應該算是6.5 我們嘗試用integration的方法 查看是否都是6.5 看看 這個是 這是第一個部分 這是第二個部分 你看到 由於第一個部分,其實在y軸的左手邊 你只這樣in的話,會記得一個負數值 你要人手補個符號給他 你看到我下面就先寫負 由於我的y是由負2走到1,所以你就負2in到1 放回你條色進去,dy 第二個部分 它在y軸的右手邊 你想想,長方形的長度本身是正數 所以你不需要補負號 然後1走到3,所以1in到3 放回一條色,dy 前面是第一個部分,後面是第二個部分 那就分別in,我們in-1 應該得出y²over2-y 1-2等進去,雙減 3-1等進去,雙減 你看到4.5加2 最尾都是6.5 是沒有分別的 跟我剛才所寫的一模一樣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又記的話,就是上下體 上正下負 寫一寫,上下體的話 就是上正下負 左右體,就是右正左負 其實跟你的xy軸本身的定義一樣 你x的右手邊是正 左手邊是負 y軸 上面是正 下面是負 我們第一個部分 重溫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影片就講一講 幾條curve夾住我們怎樣處理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ickerness 感谢观看